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有的人在感受裡面 永遠只是抓著眾生之間 眾生之間 跟他講了一個本 你就要再在佛教的立場 去體會那個本 要站在行者一年之間 就如是根本佛性上面 所擔當解釋一切文字 所以那個不是達文的法文 但是就如是本故 就如同金剛經 講解聖賢 皆以無違法而有差別 就如是本故 所認知而有差別 懂嗎 回過頭來 那聖賢聖賢就如是無違法 就如是本而有差別時 回過頭來講的差別 那是職下的擔當 為什麼擔當 不是回頭你要知道 無違中的差別 從聖性流出 也是無違中的差別 根本無違之中 能夠陷阱差別 那都是聖性 懂嗎 但是陷阱一切差別的 聖性之中 你在根本的法性上面 法性上面 你要知道它就是易如 但是現在的作用上面 你不能不知道 它就是 朱然的差別 你不知道差別 就不知道易如 你要是有易如 沒有差別 你也就斷滅於易如 那是絕性 你慢慢將來念念之間的體會 所以那個才是一個行者 念念之間不再為自己 念念之間 念念在心中推舊的秉持 那種叫射立子 那種叫射立子 那種叫法金剛勇猛人 那種叫大精進 那種叫真懺悔 你喝水 都知道絕冷絕熱 你可以知道冷絕到熱 你不必避開那種感覺 念頭之中 形容愛樂它依舊現前 因為阿羅漢將來開悟了 將來過去的習氣 都還不竟然全部斷進 所以過去的習氣 你看到任何的感受之時 習氣它就會浮現 它就會湧現 湧現的習氣就是帶念頭 就全都是念頭 那你要去斷那個念頭嗎 你要看到那個習氣以後 你把心收回來 我不能有那個習氣嗎 剛開始或許是如此 但這永遠不是究竟 你要是真的要是真的發了 永遠畢竟要聊脫生死的 這種發心的人 真正要發的如是 真正照見心中 根本的本來面目發的 如是究竟徒弟心的人 他就會知道原來那種方法 永遠都是世間的行刺 但有的時候 有的人就在迴避之中 似乎能夠得到意識的親近 但是那種迴避之中 潛意識就告訴你 你還受它施力 不然你為什麼要回頭 迴避 明明就是決心 所以過去漢傳佛教 大聖佛法 先把決心的道理 已經不斷的列列 為你鋪書 為你不斷的彰顯 就是讓你體會決心的道理 當你真正明白決心的道理之時 你總有一天會在感受現前時 你只要直下去 就會覺得它是誰 你根本不必避開 眼前的這種種迷惑 任其最濃 你都無所謂 覺得濃是誰 覺得這個念度的實力強是誰 甚至於用病現前 那呼吸喘不過來 都會覺得 絕得的是誰 這才就應了祖師講的 君不戒 君不戒 絕學無為賢道人 不出妄想 不求診 不出妄想 不求診 你都不求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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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不求診